当代年轻人物大美德 内敛 我帅吗 大胆 会会会 我现在特别怕 坚持 哇 这么多题 算了算了 情绪稳定 我很早就会起了各位 很早就会起了 从容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类吗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长辈 或者小辈们的评价 长辈的话就是我家人 然后会给我发信息 说还不错 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小辈 目前好像没有 小辈 虎场大考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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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梦中那天还在热播吗 小辈 你有没有统度追击啊 有有有 但是应该没有跟得那么紧 没有那么快是吗 对 他因为是在电视上播嘛 所以我都是跟电视播的 因为我要给中线收视率 谢谢谢谢 听说你拍支部剧的时候 你拍1200多长戏吗 好像没有那么多长戏 先辟谣一下 没有那么多场戏 想象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啊 或者感触比较深的那种戏 感触最深的一场就是 在小辈生退伍之后回到了北京 他被小梅推着轮椅啊 推进他爸爸的卧室的时候 然后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然后看见那个床上有他爸爸的徽章 那场戏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场情细戏嘛 就看预告就哭得特别的有代入感 眼泪居中流下 想知道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眼泪我设计不了 他从哪边流下来 拍的前期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其实好像就拍了两遍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那场戏搞的 所以大家在讨论你那场戏 在长城上浪奉的那个 清平夜六盆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居止行程二万 这个读得好好呀 就是大家你是怎么解读那场戏的呢 其实当时那场戏 用这一首词的时候 于是想把它 小人生的那种朝气蓬勃 以及他那种勇往直前的那种状态 借长城的这个很空旷的一个景观 给书发出来 我想表达的那种感觉就是 这个少年很无畏的那种感觉 完全传达到了 真的就是大家解读的就是这样的 少年义气和那种壮阔的山河 谢谢 这场戏就是大家都骑自己车 就骑得也很开心 但其实看了这一天才知道 红铃可以入伍 乐定性爱情的感觉 感觉保得很好 这场戏是怎么的 其实那场戏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也有跟导演讨论 骑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不是需要流露出难受 或者是忧愁 但是我们后面想了一想 萧生生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永远都是把自己的阳光的那一面 温暖的那一面 呈现给大家 所有的不好跟难过 他都自我消化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他身边有这么多兄弟 然后有这么多亲人爱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就青春洋溢吧 就是这种感觉 他跟爸爸的相处也是一种 对就像姐姐说的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我在拍的时候 其实我把重点全部放在了 父亲清醒的戏上面 他糊涂的时候 我就陪他玩嘛 其实就陪他演戏 但他清醒的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抓住 这个其实是我跟爸爸 本体相处的那个模式 跟感受 那你觉得少年时期的 肖春生说 肖春生扣好中年版 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吗 我觉得青年的那种就是 热血 无所畏惧 勇往直前 人到中年之后呢 他经历的事情也多了 他也清醒的认识到 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他依旧坚持自我 那你和其他搞事业了吗 变成事业有成的成熟男人这种 也没有事业有成吧 踏踏实实努力的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家也在讨论你和 倒霉和红铃的感情 反正从你的视角来解读 会怎么解读这样的感情 我觉得一段是 青少年时期的那种 炙热 然后直接奔放 跟小梅的那一段 其实是 细水长流 陪伴 甚至是生活吧 我觉得那个是爱情 爱情的真谛 我觉得特别错的一个点就是 所有的人都不支持 小梅当医生 就不支持他血医 只有肖春生叫他同医生 好 可以啊 肖春生同志 童大夫不在 我是每天在家 也不能偷懒啊 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 劳心劳力 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点是 稍微做了一点点设计 就是强化这个 同医生的这个点 所以呢 叫他护士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其实小梅当医生 一直说 同医生 同医生 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吧 你送我特红铃入伍的时候 你小声地说一句 记得想我 这是自己设计的吗 对 这个也是 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 其实想说 有没有可能去大声地说 想我呀 一定要怎么样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反其道而行 也许他有千言万语 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所以就选择了一个 想我 对 这种 所以这里有很多 年代感的倒计吗 感觉至今都非常还原 有没有哪些倒计是 就你一进去那个场 就是经验到的 因为我是南方孩子嘛 像北方他们 七十年代用的那个 软炉 特别有意思 他又可以烧水 然后又可以当暖气 那那个骑二八大杠 那当然 那个是萧生生的本体 二八大杠 我可是学了好久 从天人不会骑自行车 怎么 会会会 我现在特别怕别人说 你学会骑自行车了 我可不想再 大家关注到 我骑自行车这回事了 我很早就会骑了 各位 很早就会骑了 不要再说这个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们说3T打印了 那个扎提杯 对对 那个杯口比我脸还大 萧春春有帮艺国画画像捞人吗 不感觉 萧春春和肖战 就能有的重合 这个真的是巧合 那吹口琴呢 我也不会口琴 那个红蜻蜓 那个是我现场学的 就可以吹出一个调子 他能做出这种 画画像捞人的行为 他已经是个一人 是 我最近也是学习了 什么是一人爱人 这个一人就是比较 外向 射牛对吧 然后爱人就是比较 内向 那你有测过这种 就他们说的MGC 我还没有测 因为那个体态 太多了 我本来那天很好奇 点开看了一下 我这么多题 算了算了 你很好奇吗 我就还挺好奇的 有那种非常简单的错的 比如说 I就是喜欢宅在家 E就是喜欢出去玩 那你觉得你是I还是E啊 我应该是I吧 应该是I人 大家都猜你是INF INF 就是 F意思就是比较干净的 对 T是比较一定的 你跟F还是T吗 都有 能综合一下吗 有这个选项吗 没有 但是你肯定是I人 或者E人吧 肯定吧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类吗 整段卡掉 我看那个时差海爱腹 他们那个出场嘛 就是很帅 现在遇到片里 感觉好也气势 结果现场是用板车拍呢 你以为的时差海爱腹 因为大家都没有滑得很熟练 为了方便拍摄 导演他们就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板车 那我看你冰灯滑挺好的 也没有到很好 就是小时候滑过 所以可以滑行 大家就是要吃演员这碗饭嘛 那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哦 季节播出之后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吗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长辈 或者小辈们的评价 长辈的话就是我家人 然后会给我发信息说 还不错 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小辈 目前好像没有 那如果你再去参加一个火纵 然后在火纵上遇到一位艺人朋友 然后他凑我来说 我帅嘛 我指的帅呢 是小辈生的人格魅力 对不是说外貌 他的那种精气神 对不对 帅可以包括很多事情 我感觉他很印象中意的 很像这个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 他永远在坚守自己 你好像觉得角色大多数有这种感觉 其实也没有吧 我觉得我所有的角色好像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可能他们的内核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跟前几年相比啊 你自己在这些方面 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新的考虑 首先故事要打动人吧 首先要打动我 得让我爱上这个角色 然后我才有把握 去把这个角色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爱上他 可能有什么介绍了吗 以前不是这样吗 是 所以就是要一直坚守下去嘛 作为剧组那种劳模嘛 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分散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一直保持联系 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好好休息 然后努力的充实自己 怎么找到工作中的成就感呢 那我问你 梦中的那片还好看吗 好看 来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动力是吗 对 我今天努力一天 过了八个小时 就是为回家看那样剧 太棒了 那这就是我们演员 作为演员 他的意义吗 那我6月18号 不完之后 我们也得看了自己吧 下次就能不能赶紧定了 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 知道你有刷到 解说的语气 对解说的语气 最近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 讲叶芳的 以叶芳的视角 红生之叶芳爱 太有才了 我觉得这些人 他说我叫叶芳 我重生了 我的家庭想让我跟谁联姻 我拒绝 所以我利用了谁谁谁谁 红军结尾特别好玩 说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就来CCTV干吧 没完19点30分 一定要收看梦中的那片海 超好玩 我们还看到一个 就是用北京话说 各位爷 咱们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梦海不好看 给我一罐 大家也不用这么暴力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萧春生 他的朋友叫小华 别小看他们 就在前不久 他们 他们要回北京了 就在前不久 他们 他们决裂了 他们决裂了 没有没有决裂 没有决裂 就是产生了矛盾 后面还有什么 那CCTV干吧 每晚19点30分 一定要收看 梦中的那片海 再来 谢谢大家